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纽约的小窝 我是万万又见面了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比较随机的这样一个购物笔记的分享 就是在斯福兰折扣之前 其实我已经买了一些这个开架的产品 然后前段时间这一个黑五过后 Alta有这一个Cyber Monday Sale 然后最近这个活动还在进行 Christmas Sale 类似于这样子的 基本上有五折 然后这样的折扣 折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Alta现在 所以就积攒到一起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大部分是开架品了 然后还有几个这个Color Pop的东西 然后包括我在Alta买的一些Mac的东西 这样子都在这一个视频当中跟大家分享 废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好了 我先说这一个 这个是Physicians Formula这一个 眼影盘啊 这个小的这个眼影的Quad 那这个呢我是在这一个Physicians Formula 他们家的这个官网上买的 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是在东海岸的朋友啊 西海岸的朋友我觉得应该很快 那它这个总部呢 就是总部总公司呢就是在LA 然后在LA那边呢 然后到纽约这边的话 大概要五到十天的时间 Business Day 然后包括周末的话 基本上就是两周才会到你这儿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在 它的官网上下单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那这个我是在它的官网上买的 我跟大家说这一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 那它现在官网上有七折的活动 如果你还要 怎么说呢 想在它的官网上买东西的话 这一个眼影盘不容错过 前两天我又下了一单 把另外一个颜色也买了 它一共就两个颜色 然后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有给大家做试色 然后在这个微博上面 给大家看这两个 Plumpy紫色 美的不像话我跟大家说 超级好晕染 晕染的非常非常均匀 简直是惊艳到了 然后这个应该是6块9毛9的话 7折的话就5块5美金左右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折扣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强力推荐 这个是 这个Physicians Formula的 这一个眼影盘 然后下面这一个是 他们家的这一个Oil 还是这个Physicians Formula 他们家这个Phys Oil 那这个Phys Oil呢 它是 说是可以当成serum来用 但是因为我本身是 混油性肌肤现在 所以这一个对我来说 肯定会非常的优 目前为止呢 我还没有 还没有把它对到 我的这一些粉底液里边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我会不会继续用下去 如果用过之后 我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 是Physicians Formula 新出的这个Butter Highlighter 这是我在它的官网上 一块下的一单 然后它这个呢 是四个颜色 我买的是香槟精 Shamping这个颜色 它是拧开的这样的盖子 我跟大家说 这个呢 我非常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爱恨两端吧 然后它没办法用在我的脸上 我只能把它当成眼影来用 它是这种 里边有丰富的 那种油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你去摸的时候呢 它就是那种 creamy oil 那种 foil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是powder 大家可以看到 你用手去swatch 去试色的时候 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漂亮 同样就是你用手 把它压在你眼睛上面的话 也很漂亮 但是就是没办法往脸上涂 往脸上晕染 我用刷子 我手里边所有的刷子 我能用成这个highlighter的刷子 我都试过了 都没办法用 太shamer了 因为它有感觉 它有油纸在里边 然后你刷子 沾上来的产品 反而是它的粉纸 油呢 反而留在上边 所以你去刷的 去晕染的时候 晕染的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你越晕染 那个shamer就越多 越晕染就越多 所以对它真的是 当眼影的提亮来说 我觉得会超级漂亮 然后但是如果 当脸上的高光来说 我没办法用它 这个是这一个高光 而且我很开心 买了一个颜色 我当时就一冲动 我觉得Butter系列 都非常非常漂亮 包括Butter系列的 腮红啊 Bronzer什么的 它的Bronzer还出了 几个新的颜色 大家可以去看一眼 但是这一个 大家看到 用手去试色 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刷子一上去 全飞了 非常的不好 然后下面这个呢 还是他们家的这一个 也是Fasicius Formula 新出的这个口红 这个口红 我真的是超级 想爱上它朋友们 因为它的质感 真的是太漂亮了 非常的滋润 超级超级滋润 一点都不干 你完全都可以把它 当成Lib Balm来用 而且是那种 有颜色的Lib Balm 而且这个颜色 也很漂亮 我买的这是Coral 它好像一共是四个颜色 但是 我跟大家说 你一定要注意 你的牙齿 你要不停地 掏镜子去check一下 你的牙上 有没有这个口红 你不论是用什么样 Tricky 是你用手指去 捋一下也好 或者是抿一下也好 只要这个口红 在你的唇上 它就有可能 沾到你的牙上 这是我不太喜欢 这个口红的 这个一点 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点 但是这个颜色质感 真的是非常漂亮啊 然后 但是我还是不太推荐 它去用它 因为真的是会弄得 上牙齿到处 真的不太美观 所以这个 可惜这么好的质感了 然后 但是我不太推荐 大家去买这个 然后接下来是 这一瓶粉底液啊 我本来想给大家 做一个这一个 初音效的视频 但是我实在是没忍住 我就多用了几次 我干脆给大家 就更新一下好了 这款粉底液 那因为我是混合性肌肤 这款粉底液呢 在我的脸上就是 没有那么好用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油性皮肤的 这个大嘴罐 我就是蛮喜欢的 觉得它很控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上了我的脸之后 它梯子去那个地方 超级出油 坚持不了一天 真的坚持不了一天 然后它的遮瑕力 可以达到 这个中度以上的程度啊 然后如果你 像我的话 就是如果用beauty blender的话 我就按两下 压两下蹦 然后是我一张脸 这个medium到full coverage之间 就是中度以上的 这样的遮瑕力 质感呢 非常非常的轻薄 有一种那种 非常清新的那种味道 在里边 它号称里边是有这个 这个丰富的维他命E 还有维他命B 这些好的成分在里边 非常的轻薄 超级超级好暈染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可能是最近天气热 或怎么样的 然后 但是也 总之它在我的脸上 就是持妆力 不是非常非常好啊 然后试了几次 换了几个定妆粉 都是一样的效果 就是梯子虚 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呢 我需要再用一下 过两天天冷了之后 然后我再试一下 它是什么 它的妆效非常非常自然 稍微偏雾面一点点 这个是这个粉底液 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了 这样子的 然后下面是 我在colourpop下的一单 然后我又买最近它超级火的 这一个叫什么 Super Novo Shadow 就是它的这一个液体的 这个glitter的这样的一个 眼影的产品啊 然后我再看一个 Walk of Shit Walk of Fame Walk of Fame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它的 好多人就是有玩过去 给它跟那个斯蒂拉的 那一个glitter glow glitter glow相比较 它是这样的一个刷头 然后我再来简单的试一下 在这边 非常非常非常地漂亮 我不知道它一共几个颜色 总之我把当时它有的颜色都买了 OK 非常非常地漂亮 但是我感觉斯蒂拉的那个glitter 要再大一些 那种Mortalic的那种glitter 要再大一些 它这个就是比较偏shamer一点点 这种感觉 就是比较像斯蒂拉新出的 那一个shamerglow那一个 不是glitterglow 它最新新出了一个shamerglow 跟那个很像 真的真的是很像 而且我觉得它还蛮持久的 在我的 我失色的时候 我感觉它还蛮持久的 干得蛮快的这样子的 这个是Colourpop的这一个 然后我有买它五个颜色 然后具体的失色 我会po图片给大家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 比较的视频上来 OK 然后呢Colourpop 我还有买它的这个concealer 然后这个concealer 我大概用了两三次了 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concealer变质 变得很快 是怎么样 就是你要 就是要很好地 给它这样戳一戳 让它均匀一下 否则的话 里面感觉有隔层 那样子的 可能里面配方的 这个问题 它 我今天脸上呢 用的就是这一个 眼睛下面用的 就是这个 支架膏 我的色号呢 是light20 偏黄 非常非常浅偏黄 有提亮的作用 然后我可以说 它应该是 轻到中度的遮瑕 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干 我觉得它蛮滋润的 按照它的价位来说 我觉得是一款 很好很好的遮瑕膏 但是如果你想要 full cover 就是全遮瑕的话 它可能达不到那一点啊 但是我觉得 这个对于我来说 刚刚好 但是我还是需要 进一步再去 多用几次看一下 它到底会 怎么持妆力 怎么样这样子 但目前为止 我用这几次 还蛮好的 这个是Colourpop的 这个concealer 然后下面呢 OK我说这个好了 这个是flower beauty的 这一个美容蛋啊 然后也是这个 sponge 这个呢 就是大家号称 就是它比这个 欧莱雅 这个小葫芦 这个还要好用 它这个呢 就是这边 有一个斜切面 是平的 可以帮助你 这个bake啊 或者是晕染 这个concealer 那欧莱雅 这个就整个全部是 圆弧 像小葫芦一样 这样子的 它的形状 非常非常的像 好多人都说 它比这个 欧莱雅的还好 但是欧莱雅 这个很多人 给它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但是我跟大家说 它的 在我脸上 我觉得它晕染 这一个粉底液的感觉 没有real technics的 这个钻石好 我自己的观点了 我在我脸上的感觉 我感觉 这个晕染 要更贴服 这个呢 就是你要不停的 去弹它 不停的去弹它 一定不要 就是把它捏得很紧 这样就失去 它本来该有作用 因为这个美容蛋 本身就是让这个产品 弹到你的脸上 那这个呢 就是怎么说 因为它的底是平面的 然后你给它 沾了水之后 很 又很大 所以它就是压得 非常非常的平均 那这个呢 弹的时候 要花一点时间 这样子的 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real technics 这一个 但是这个呢 给它很高的期待 这也好多 给它很高的评价 然后下面我说一下 这个呢 是found nursing liquid foundation found的这个品牌 我把这个 它到这一个 品牌的名字 打到这里边 这个屏幕上面 方便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它这个呢 是沃尔马新出的一个品牌 就是沃尔马新take的一个品牌 就是在沃尔马里边有卖的 然后这个粉底液呢 出乎我意料的 就是我蛮喜欢这款粉底液的 真的 我今天脸上用的 就是这一款粉底液 我最近还蛮常用这个粉底液 它里边是有丰富的 这一个risberry oil risberry oil 然后它的这个产品里边 号称是绿色的彩妆品 就是里边会有一些 护肤的成分的存在 像一些油脂的 但不是矿物油啊 都是植物催取的这样 提取的这样一些 油脂的东西在这里边 那这个里边就是risberry oil 然后 我的用量呢 大概是压两下 才是我一张脸的用量 然后我今天脸上 我觉得它是 light to medium的coverage 然后是自然的妆效 不是非常的雾面 也不是非常的亮 就是非常自然的妆效 价位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接受了 10美金以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我买了好久了 这一个 然后最近我又刚拿出来用 我真的蛮喜欢这一个的 那我本身是混油性肌肤 然后我的色号呢 是130号 medium 然后大家可以去 如果你附近沃尔玛 有这个品牌的话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我真的是蛮喜欢 这一款粉底液的 然后同样是这一个品牌 也是我今天脸上用的 就是他们家的这一个 Mightifying Foundation 这个Foundation呢 就是我直接就是 这一对组合 我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就是遮瑕力够 可以达到medium coverage 但是又不会显得 非常的浮粉 非常的不自然 这个我真的是用了好多了 我觉得 我建议大家 就是错过这个三角区 它因为是这个粉饼嘛 所以还蛮厚的 所以如果你用了遮瑕的话 你就直接用你的 这个Losing Powder 蜜粉 set一下 然后全脸用这一个 再增加一点点遮盖力 然后再 怎么说呢 平滑一下你脸上的 这个纹路 粉底的这个纹路 那我的色号呢 同样是medium这样子的 那因为它是 雾面的这样的一个粉底 这个粉饼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 干净皮肤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下面呢 还是这个品牌 就是它的这个Losing Powder 这个大家一定不要买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用闪光灯照相的话 就闪瞎别人的眼 超级超级反光 而且真的是 定不住任何东西 这是它的这一个 定妆三分 是我唯一 舞台推荐的去买的 然后我还有买 他们家的这一个 不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牌了 这个是 Flower Beauty的 这一个Blush 就是非常有名的 好莱坞明星 自己旗下的一个品牌 然后它的这个色号 是Peach Prime Rose 非常非常漂亮的 一个雾面的 peachy的颜色的 这样的一个 腮红 很好上色 如果你的肤色 跟我很像的朋友 像这种Warm Tone的Peach 对我们来说 是完全不跳tone的 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颜色 还有它的质感 很上色很持久 真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OK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Molani新出的 眼影盘 Molani最近出了很多东西啊 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眼影盘 一个是它的 纯雾面的眼影盘 一个是纯 Metallic的眼影盘 长成这个样子 这两盘呢 我会给大家做 一个上妆的视频 我觉得蛮值得做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质感 真的是蛮好的 我在试试的时候 有点惊艳到了 OK 这两个 然后下面这两个产品呢 还是刚才那个 Found品牌的 一个是他们家的 这一个12色眼影 有点像那个 Sony Kusak的 那个20美金的 那个眼影盘啊 然后比较 就是纯粉纸 这样子的 我自己感觉 它的粉纸还蛮漂亮的 给大家试几个颜色好了 上色度呢 不是非常的惊艳啊 跟那个 Sonyo Kusak来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 Sonyo Kusak 可能要好很多 但是颜色 还是很漂亮的 上了眼睛之后 也是非常的neutral 这样子的 然后这是他们家的 Countour Scalping 这个呢 我有用中间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对我来说太深了 然后这个颜色 我有用过 但是我只能 夏天用它 然后我感觉 现在用的话 还是稍微稍微 有点深这样子的 我不是喜欢打阴影的人啊 好多朋友就是说 哇你好像经常打阴影 其实我 不是喜欢Countour的人 我喜欢Bronze 就是说我的这个产品 基本上都是Bronzer 没有Countour的产品 很少用到Countour的产品 但是我买的时候 我可能没注意 我以为它是 既有Countour 也有Bronzer 但是很可惜 是两个Countour的颜色 一个体量的颜色 然后我也没有退掉 就留下了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 粉纸呢 还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接下来呢 还是他们家 还是这个Found的品牌啊 因为它是整个的 在一个柜台那个附近嘛 然后我就买了几样产品 本来想做一个Full Face的 但是一直都没有 没有Po上来 这是他们家的 这一个 Illuminating Baked Illuminating Blush 然后我的色号是 06号Peach Glow 很漂亮的一个腮红啊 就很像那一个 Melanie的那一个 Peach Glow的腮红 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有点Pink 然后Golden Shimmer 这种感觉 就是一抹腮红 一抹红的 这种感觉 非常非常自然 但是带一些 适应在上面 它呢 跟Melanie的区别 就是Melanie那个 可能会更Shimmer一些 它的感觉会更水亮 感足一些这样子的 Shimmer的感觉 稍微收敛一些 就区别就在这里边 但是我觉得是 蛮好的一个腮红 这个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呢 是接下来 就是我在Alta下的单了 是Real Technics的 这一个眼影刷 大家知道 我在这一个Octaly 有申请他们家的 这一个 同一系列的 就Instapop 这一个系列的 然后我有申请 这一个平底刷 然后呢 我有就是这个 就直接来定妆 或者是用腮红 这样子的 然后同样形状 这是它两个眼影刷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斜切面吗 用过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更新它 好不好用 接下来还是Found 这是他们家的 这个Liquid Lipstick 说实话 这个Liquid Lipstick 还蛮好的 质量呢 就非常非常地稳定了 然后 不是 不会非常地干 但是 不是我最喜欢的 这种 Opac的这样的液体口红 就是可有可无的 这样一个产品 我应该不会 推拿去买这个 我觉得就是 还好了 下面是这一盘 这是美宝莲新出的 这一个眼影盘之一 这是眼影盘 加两个高光的颜色 这盘呢 我还没有用 我大概试了一下颜色 我觉得粉纸蛮干的 我不知道上了眼睛之后 会不会很好 然后我会在以后 跟大家更新 它另外出的那一个呢 我还没有买 然后我感觉 再等一等好了 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再就是 欧莲亚新出的 这一个 Color Richie 它新出了 一系列的颜色 然后 Emily 应该是 Emily Nail 83 它有review过 它说这个眼影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我就买了 两个deep的 这样一个颜色 就是 这样子的 真的是很漂亮的质感 超级creamy 这个的确是蛮漂亮的 很可惜它就是只有单个的眼影 在这里 超级漂亮的一个砖红色 非常非常正典 所以如果在这一系列当中 如果有你感兴趣的颜色的话 你很想要一个这样的颜色的话 或者你必备的一个颜色的话 大家不妨去试一下这一个 真的是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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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漂亮 然后我们接着来就是 Auto不是这个Summer Monday Sale吗 然后露花浓的产品呢 基本上都开始打折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口红 才两块三毛九吧 然后我就买了三个颜色 有位朋友给我推荐那个颜色 我在网上一直没有找到 然后我需要在店里再看一下 Auto网上没有 然后我买了四个颜色 三个颜色 就是一个就是这个 在我印象当中 这个里面有一股味道 但是很可惜 就是它没有这个味道 我应该早点去买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 Orange 这个橘红 有点橘色调的这个红色 这样子 非常的opaque 超级超级漂亮 我就不每一个试色了 还是有一点点味道 但是不像以前那么浓 或者说我记错了 总之我一直在我印象当中 露花浓的口红有一个味道 可惜就是没有这个味道 我应该早一点去买它 因为它真的是很便宜 而且真的是很好看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还买了Julip的 这一个液体口红 然后我买了它这个 Ultimate Mouth 我有说过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液体口红 所以我又去买两个颜色 这个就是这种 Mouth 就是紫色 灰紫色 OK我这么说好了 在这里边 灰紫色这种感觉 蛮适合秋冬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红色 在这里边 Blue Tone的红 蓝色调的红啊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 Deep Blue Tone的红色 很漂亮 这个是 Julip的这一个液体口红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MAC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有这个 七五折的折扣嘛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东西 就是它Snowball系列的 这一个 Holiday Collection 一个是它的这一个 Snowball的眼影盘 我买的是它的这一个 Rose Gold的这一盘 我还没有用过 在这里边 非常非常漂亮 有两个是它的这一个 Dizzling的这一个 Eye Shadow在这里边 其他的就是它普通的 就中间这两个 Dizzling很干 但是这种水洗的 Metallic的感觉 然后里面就是有干的 Glitter的感觉 你可以把刷子喷湿 试湿用 也可以用手把它 干抹在眼睛上 都是OK的 然后接下来这一套呢 就是它的Holiday Season的 这一个一套 然后再加一个 这样一个小的化妆包 很可爱 这一套里边呢 有他们家的这一个 Technical Liner 黑色的 是拧上来那种的 然后有他们家的 这一个睫毛膏 这个呢 不是我最喜欢的睫毛膏 就是这种大头的 这样胶纸的 大头的这种的 但是Volume应该还不错 因为它的刷毛很短 很密 然后这是非常有名的 Snowball的眼影 然后这一个呢 是它的这一个 Ultra Dimension Eyeshadow 没错 然后我买的是 这两个颜色 非常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 完全是我的菜 这里 它这个Ultra Dimension的 腮红啊 高光啊 我都蛮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 对这个也蛮期待的 然后接下来是 两个Sleek的产品 一个是Sleek的 这个眼影盘 说实话 我不太喜欢 就是很普通 就感觉跟Makeup Revolution 更便宜一些的 很相似 我买的是这一套 上了眼睛之后 我也觉得一般 不是我很喜欢的 这一个眼影盘 然后我又买它的 这一个腮红盘 这个腮红我有试色 当然没用 大家看到中间的 这个cream 都已经开始戳水了 家里太热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 用过之后 我再让它更新 我觉得对它的 出意向 不是非常非常好啊 这个是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是这一盘 这个是Lorec的 这一个 Dessert Sunset Eyeshadow Pad 它是这种 卷起来的 这样的设计 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出这一个 但是这一盘 前两天打五折 它原价是四十多美金 打完五折 二十多美金 我觉得是超级 好的一个deal 所以不得不把它拿下 而且颜色 也非常非常漂亮 是这种 orangey 有这种 红色tone的 然后紫色tone的 然后peach tone的 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一盘呢 就是蛮夯的 一个颜色的选择了 然后 所以 会在以后的 这个上妆视频当中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我有买 在Alta买 这个Nix的 这一个Epic Ink Liner Waterproof 好多人对它 给它超高超高的评价 正好我这一个 Eiko的液铁解笔 就是用完了 所以我就想买 这来试一下 然后我还有买 Benefit的 这一个 Roller Lashes 我跟大家说 这个我从来没有用过 除了好像试用装 从来没买过这种装 但是就是这次折扣 它有半价 所以我就把这个买了 OK 试用过之后 然后我们再更新 OK 最后一个就是 Fiona Style的 这一个 粉底液 好像只剩两个颜色了 我买一个深色 就是跟我那个浅色 对起来用这样子的 我真的可以超级喜欢 这个粉底液 如果你家里的 那个Alta还有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扫货 扫到手 这是一个超级棒的 Full Coverage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粉底液 那以上这些呢 全部就是我最近的 就是零六八岁的 然后买的一些产品 在这一个视频当中 给大家分享 用过的呢 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然后没用过呢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再给大家分享 具体的产品信息呢 我会PO在下边 然后大家可以去 信息栏查看一下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点赞一下 请不吝点赞一下